這是雲端機櫃技術的應用 我們希望能把所有的應用程式帶到機櫃上 來集中管理執行 我們可以透過機櫃比較強大運動能力 來集中管理這些應用程式 我們可以管理應用程式 給使用者使用的應用程式的層面有很多 例如說我們可以有一些web client Serve 軟體、光碟軟體 或者是一般的Windows或Linux應用程式 就是依使用者個人喜好 去使用那些他們所習慣使用的應用軟體 我們就透過簡單的一個web browser 的方式 然後透過傳畫面的方式 總之可以把應用程式帶給使用者來使用 在畫面上就可以看到 我們在底部有一個桌面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很多應用程式 使用者想要使用的應用程式 在旁邊的那個清單之中 那它可以很簡單的去執行這些應用程式 就可以看到它可以在它自己的桌面上面 看到它想要執行的可能是 Windows應用程式或者是 就是任何使用者想要應用程式 那透過圓端機櫃的方式 把這些程式傳回給使用者 那當然還有 除了這方面之外 我們當然還有更進一步的 全面應用 我們甚至也可以 我們甚至也可以 透過應用軟體帶給使用者 一種方式 它也可以很簡單的 透過應用的軟體 來去播放影片啊 串流啊 就是總共可以做一些 軟體的 多媒體的串流 或者甚至我要做一些 互動方面的應用程式也可以 可以透過我們的桌面來呈現 就可以做一些 比如說這邊的例子就是 一些誘教教材的 一些老師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透過誘教教材 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來給使用者用這樣子 對 那 就 主要的 在桌面的 應用程式可以使用 他們用到什麼特殊的硬體 硬體放別的 硬體放別的 有嗎 有什麼 這部分是 以桌面為主 對 我們主要就是 對 都是以桌面為主 做的桌面的東西 對 所以它最大的特色是 就是在 應用軟體的集中管理 執行 不管 使用Windows和Linix 它通常都適合 不管任何使用者 沒有強調哪一類 就是使用者想用的應用軟體 像是Web AppiGating 包括Mac嗎 對 一樣 通通 甚至哪一天 對 我們現在雖然沒有整個 但那是一樣的意思 我們可以把那些Mac 使用者想使用軟體 也放在雲館 心櫃裡面 那我們一樣做一個 統一的執行 來管理 對 再用三個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那我們這就是在做雲館想的東西 那我們把我們的軟體 跟國產的儲存硬體結合 然後我們軟體跟國產的儲存硬體結合 然後我們軟體跟國產的儲存硬體結合 然後把它安裝在企業的機房裡面的話呢 那就會有個企業的使用 那就是可以提供員工去做檔案的工作 就是像我們可能有時候出去開會啊 我們有些文件要帶走 那我們就不用使用我們的USB 那我們就可以達到說跨中置的 不管是我們就直接到那邊上網 我們就可以存出到我們要的文件包 或是我們編輯到一半的文件 那就是之外呢 我們還可以做到檔案的共享 就是員工之間呢 我們在編輯同一份文件的時候 我們做可以讓每個人都看到 就是分享的一些資源 就是甚至心計員都可以 讓他馬上跟上大家的經驗 然後除了共享之外呢 還有就是版本的管控 就是不同人去編輯它呢 它也會讓每個檔案消失 對 還有最好處就是 因為我們這個 它是在自己企業的機房裡面 就是等於在外面 公共不是比例一樣的 那可以達到就是 比較非常安全的效果 嗯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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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就是 可以在Windows 或是在Mac系統上 然後安裝我們的A檔 安裝A檔之後 就是 可以把我們這邊的檔案 這個資料夾裡面的檔案 製作的頭部 全部到伺服器上 它這樣就是有個備程上 然後 先放一個檔案上伺服 然後放上伺服之後 然後我們就會 可以使用我們的A檔案 去做自己的檔案 就是 進行完成之後 它就會馬上出現在這上面 那這個 這個就是有染氣嘛 那我可以 我可能會用我的 在其他的地方用別的裝置 去使用這些檔案 然後去編輯它 或是去做跟客戶demo啊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不同的工作領域 所以那個檔案 可能 各種的形式都有 然後大小也有 但是 你這樣不需要再去 以待那些USB 可能會裝置 可能會有事 那安全性呢 它們什麼特點 安全性就是像我剛剛說的啊 因為 一般我們現在用的一些網路的主角 那可能 都是 在公共 就是那些資料 你一旦 放上去其實是 就是 它你的隱私 其實是 會有機會 那我們這兩個家在一起 等於說 我們 只要上去 就可以使用這個系統 我們不需要再自己去做設定跟安裝 我們可以馬上就是說 欸 每個員工都可能有他的一個 成立的帳號 然後他可以去使用 使用那個 使用他們的檔案共享 就是使用我們的功能 但是 那是